而所谓的患难见真情 防疫期间为了补足医疗 以及地方弱势的需求 花莲在地慈善团体小小爱新会 就特别受到了委托 购买了各式的饮品以及物资 分送给了花莲县北区的四大医院 而这样的过程当中 也了解到了各家医院的不同需求 也让爱新会的成员们 捐赠的物资不断的加码 花莲在地慈善团体小小爱新会 日前受到三立方幼儿园长刘主冠委托 要捐赠给花莲县北区的四大医院 每家各一万五千元的所需物资 这次是购买了能量饮料 养生冲泡饮品等等 在17号上午陆续整备完成 发送给各家医院 有些时候真的很忙 你说吃固体食物 对他们来讲反而不是方便的 所以这种随意就是活动型的 快速的就可以快速补充能量 那尤其是在防疫期间 有些通常是穿那个着装装备 他们其实一次脱穿脱 其实是买进口 而小小爱新会也看见偏乡需求 特别加码一万元 捐赠了八十包三公斤白米 提供给国军805医院 用来照顾医疗偏乡低手入户患者 我们会围由我们医院的社工 社工室来做一个分配 那针对这个弱势族群的话 其实我们确实在 开市分枕的地方 不是门枕那边确实 包含我们自己院本部本身 或多或少都有些需求 那真的是非常感谢小小爱新社 过程中除了爱买响应捐赠四箱苏打饼干 爱新会成员草美面包老板娘陈美满 也在知道了门诺医院 转折病房对饮用水的需求后 立刻就打了电话加码赠送 60箱1500cc的瓶装水 对对对 我想说他们很需要 因为他说一个礼拜60箱 因为转折病房现在提供给这些病人 都是瓶装水 因为没有办法透过原来病房里面 建置的这个饮水器 再去做这个饮水 那因为也是为了大家就是 因为防疫的安全 所以我们就是 你看这个部分其实在专折病房的需求量很大 因为现在的病人很多 他们需要补充很多的水分 我觉得这个就是善的循环 然后一直正能量的在一直在转动 希望大家心手俗心 多点同理心 多点体谅 多点包容 为抗疫第一线的英雄们来加油打气 小小爱新会成员来自社会各界 以每人每个月500元的小额捐款 将善心移住到社会各个需要的角落 帮助弱势缓解生活所需 记者徐立青花联市报导